我在美国完美的复合出了山西太原街头遍地的灌场 凉调的和热炒的 咱们这个视频全部交给你 灌场在太原街头每三五百米 至少会有一个小店在卖 那其他地方也叫碗托 它是由乔麦面做的 对减肥酱糖酱脂非常有帮助 据说灌场的名字来源呢 就是这个粗粮把这个肠道清理一遍的意思 但不管怎么样吧 我们太原人是非常喜欢吃的 那么在美国我是从家乡味 Big Green这个品牌买到的有机乔麦粉 你从他们的网站也可以买到 一袋呢是454克我全倒进去了 那我同时呢也会加大概100克的普通面粉 那这样出来的灌场不至于太粗 你自己在家呢也可以按不同比例调整 然后呢找到自己喜欢的口感 这样的话550克的面粉 我再加8克左右的盐 然后按2比1的比例倒入1100克的水 你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呢可以先少做一点 保持这个比例就好了 水可以分次加啊 这样活起来可能会方便一些 我这次呢一次加足啊 给你展示一下可能会出现的小问题 我是用打蛋器来活的 那这样快一些啊 一般到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但是你可以看见啊 这里面有一些小块没有活开啊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很多做这种面点教学里 是要让你先把这个面筛一遍 然后分次倒水进去 但不管怎么样吧 最终啊都会熟的啊 自己家吃没关系啊 我们继续 我自己准备了一些浅碟子啊 那还要准备一小点油 用来刷在这个碟子底部 防止灌厂粘在碟子上 刷好之后呢 就到浅浅的一层面糊 那接下来啊 就是我独创的方法了 因为呢我们一家都喜欢吃灌厂啊 所以如果按其他教学的方式去蒸 就一些太慢了 那么我是直接用微波炉来做的啊 这样我可以很快做十几份出来 比蒸的方法效率高多了 但在之前呢 我要先准备一下啊 一块或者两块的湿毛巾 用来快速冷却微波炉出来的碟子 我把这个毛巾叠一下啊 这样可以直接接触到碟子底部 那碟子放进微波炉之后呢 我还会在上面扣一个碗盖好啊 否则的话 这灌厂的上面会变得很干 我家微波炉像这么大的碟子呢 我用的是二到三分钟来加热 那你加的具体要多久 可以自己试验之后再决定下来 时间到了 往出拿的时候呢 一定要戴上烤箱手套 因为会很热啊 尤其是倒扣这个碗里的水蒸器 温度比较高 你要小心 拿出来之后放到湿毛巾上 接下来就放进去第二个碟子 继续加热 等碟子没有那么烫了 就可以试着把这个罐上取下来了 取的时候呢 用这种炖刀子沿边缘滑 老实说啊 我不知道国内店里是怎么能顺利的取下来的 那我这里确实没有那么完美 但自家吃呢 问题也不大啊 好了 那就这样操作半个多小时之后呢 就可以搞好十几张了 接下来啊 我们来准备灌肠的卤 灌肠的卤非常的重要 因为灌肠之所以鲜香呢 就是挂了很多卤汁在上面 很多太阳人吃完灌肠也会把这个卤汁喝完 那准备的材料有香菇 腐竹 黄花菜啊 也叫金针菜 以及最最重要的海带 灌肠的卤汁的鲜呢 就是来自于这个海带啊 那这所有的材料 包括一会儿我用到香料呢 全部都是家乡味或者绿叶这个品牌的 这两个品牌是一家 大家今后呢 也尽量购买这两个品牌 品质绝对是可靠的 咱们山西的庆州黄小米 也是由家乡味引入美国的啊 也是我家常备的 那么这几种材料呢 都需要水泡一段时间 那泡好之后 按你对灌肠卤汁熟悉那个样子去切好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熬卤汁了 准备一锅水啊 一开始试验阶段呢 你不要放太多水 因为一会儿还要勾芡 水太多就不愁了啊 水里放入葱姜 八角 花椒 桂皮 香叶 那其实开始煮之前 大家也可以先把这些香料放到水里泡着啊 更帮助入味 等水开了过一会儿 就可以把这些香料捞出来了 下次再做的时候 应该还能至少用到一次 但话说回来 如果你家里实在没有准备这些香料 可能问题也不大啊 也许就是80分和95分的区别吧 好了 现在就放好刚才泡好和切好的材料 以及生抽 老抽 咸盐 开竹 那我这里的料比较竹啊 是因为我老伴喜欢吃就多放一点 那等水开了 你应该就能闻到熟悉的灌肠卤汁的鲜香味了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勾芡啊 就把这个淀粉先在室温的水里化开 然后陆续倒入锅中 你不要一下全部倒入 倒入过程中呢 也要同时搅拌 那刚才说了 灌肠的卤汁需要比较稠 那这样才能挂在灌肠上 所以呢 你这个水淀粉要准备多一点 距离多少呢 你自己根据喜好来调整 好了 那现在这样的画面 你应该很熟悉了 那这个时候 这个卤汁就基本完成了 我们太原人吃的老豆腐 也就是豆腐脑 应该用的也是这个卤 只不过里面再加上一些粉条 那最后呢 这里要准备的两个灵魂小料 一个是芝麻酱 我是自己配的二八酱 就是芝麻酱和花生酱2比8的比例 加上这个热水来稀释的 那这个二八酱是非常的重要 太原的这个灌肠入肚时那个香味 应该就是来自于这个芝麻酱的酱香 另一个呢 是蒜水啊 我呢 直接买的冷冻的蒜末 就加水稀释的 当然了 喜欢吃辣椒的 一定还要准备这个油辣椒 现在我们把灌肠切好 然后浇上卤汁 加上二八酱和蒜水辣椒 然后就好了 这样做出来灌肠 我和我老伴都吃不出来 和太原的甲季 杨季 王平 这些名牌有明显的区别 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准备炒灌肠 那炒灌肠就简单多了 因为这个家里的火不如饭粘那么大 所以呢 一开始我要处理一下 用油去煎一下灌肠 我这里的这个油放少了 而且这个灌肠切的太细了 所以呢 一来有一些碎和掉渣 二来呢 容易糊锅 所以大家自己做要注意 煎好之后取出来 锅里倒油 那我自己吃呢 会在里面先放上这个干辣椒碎和花椒 煎的时间长一些 容易入味啊 但今天老伴没让放这些啊 我就直接倒入豆芽了 这个豆芽呢 是太原的炒灌上的灵魂啊 里面倒入生抽 老抽和盐 你同样可以按照你自己对这个灌肠的回忆程度 来决定这个炒到什么程度啊 一般来说 咱们断生出水呢 就好了 这个时候就倒入刚才建好的灌肠 适度的翻炒之后呢 就可以取出装盘了 我做这个炒灌肠的味道呢 跟太原店里其实差不多 但外观和质感是有一定差别的 那主要呢 就体现在这个豆芽相对炒老了啊 下次呢 可以时间再短一点 再试试啊 好了 那不管你在美国 还是在其他国家 还是在中国的其他城市 都可以参考这样的方式来做灌肠 我能做出来的 你也一定可以 咱们把山西的美食 传播到世界各地 你在做灌肠过程中 有什么更好诀窍 也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 谢谢你的观看